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恭喜发财 恭喜大家人见人爱 我是马军程 说熟狗的朋友 今年运势是如何 熟狗的朋友今年的星象 就是天机星和天梁星 这个星象在今年来说 是一个财星 所以今年熟狗的朋友 是有贵人扶持 令到自己财运会增长 而做生意熟客会不断干顾自己 而天机星也是熟狗的朋友的星象 所以今年也有新的客户 所以在财运和事业运来说 今年是不错的一年 至于健康来说 熟狗的朋友今年比较容易失眠 睡得不太好 可能是太忙 令到自己睡得不太好 所以留意一下肠胃 皮肤等等的问题才行 在感情来说 熟狗的朋友 还有另一个星象 叫做幼拔星 幼拔星是一个桃花星 桃花星即是未结婚的朋友 今年比较容易招到桃花 但结婚的朋友 熟狗的朋友 也容易有野桃花 爱桃花等等 所以这一样 也要大家要小心一点 今年想加强运势来说 想招财运 熟狗的朋友 可以在家或办公室 放黄色水晶 就可以招财运 要放粉红色水晶 就可以招到桃花和人缘 熟狗的朋友 在财运来说 其实是最好的生肖 因为它的星象 包括其中一个叫陆传星 陆不财富 传也不储传 即是有钱剩 另外两个星象 叫紫微星和七杀星 七杀星是大将军星 是充斥的 所以想创业 熟狗的朋友 其实是金面可以考虑 即使你不创业 把工也好 也有个紫微星 紫微星是一个最好的星 在紫微斗数来说 紫微星是最强势的星 所以今天事业的运势 财运属猪的朋友 在十二生肖里面来说 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感情里面来说 这种紫微星和七杀星 都是很忙碌的星 小心不要太过 忙于事业 反而忽略了感情这方面 健康来说 紫微星和七杀星 都是劈杀的星 所以金面是很精神 龙马精神 变成身体很健康 能够花很多时间在事业里面 所以今年的身体 完全不用担心 新精头送给大家一个人缘福袋 今年2022年叫做任人年 任是属水的 所以理论上如果可以的话 多些海滩或者泳池游水 人缘都会加强 有时候环境不一定可以河的时候 其实游干水 比如大家约朋友 打麻将 切磋一下 其实互相联络 一样可以加强人缘 祝各位AMM的观众 今年福星高照 苦苦生威